龙胆泄肝丸用的好 不仅除湿热 还可调理四种病 让你身体变轻盈 龙胆泄肝丸这个药大家都不陌生 它既能清热沥湿 又能输肝沥胆 对肝胆湿热导致的口干口苦 邪力 胀痛 泛酸 呕吐 阴囊潮湿等症状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但龙胆泄肝丸的作用可不仅限于此 用的好还能调理下面这四种病 感兴趣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 首先龙胆泄肝丸可以搭配二层丸来健脾化痰 我们说肝胆湿热 热是肝火 那湿是从哪里来的呢 脾为生吃之源 一旦肝火旺盛 横移泛脾 就能导致脾虚湿盛 这个湿气就游走到了肝胆 和肝火搅合在一起 形成了肝胆湿热 湿热不断熏蒸 慢慢就会聚成痰湿 这类人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 四肢困重 乏力 食欲不振 这个时候就需要搭配一个二层丸来健脾化痰了 再来看 可以用龙胆泄肝丸搭配直薄地化丸来清虚火 湿热 晕解体内还会不断熏蒸金叶 导致金叶受损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虚火上炎的情况 动不动就口干口渴 心情烦躁 手脚心发热 午后朝热 夜间倒汗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参考这个搭配了 再一个龙胆泄肝丸 还可以搭配寄生肾气丸来补羊 我们说肾羊可以气化水液 所以一旦肾羊不足 水液气化不利 就会停聚在体内生成湿气 湿气阻碍肝气疏泻 就会导致肝于化火 进而滋生内热 这个时候就不光要清理肝胆湿热了 还要温阳化气 行气沥水 可以参考这个搭配 最后龙胆泄肝丸还能和泄肝安生丸搭配 调理失眠问题 我们说心神安稳 人才能睡个好觉 一旦肝火旺盛 稍灼经络 扰动心神 晚上就容易心烦失眠 睡不着觉 并且就算睡着了 也会到一点到三点时间段醒来 这个时候不光要泄肝火 还要安心神 好了 关于龙胆泄肝丸的几个搭配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不过涉及到用药 建议大家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再做参考 不要随意乱用 我们下期再见